所以你看旅行团一说购物 给你安排都些什么地方 偏僻的宾馆 难吃的餐馆 只四价高的商店 都安排这些地方 而这些地方由于它经营本身水平也不高 它只能把这利润大量的让出来 怎么让就是通过跟旅行团勾结 你把这游客带进来 我给你多少反点回扣 咱们有很多朋友的经历 到那购物点一看 往往有人出来呼吁你 这我有的是钱 我不在乎钱 今天我高兴 为啥呢 我媳妇给我生个大胖小的 我所有这些东西 大股质卖给你们 你要如果买不起 三肢送你 这一忽悠 很多人以为真生的 一看这东西也不错 有套钱就买 他把钱就挣了 这大头反点给谁呢 那你得给李靖盛 或者说给这导游 要不然哪有人到你这地方来 回去一看什么镯子 什么玉石 基本上都是夹的 上这个档子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不少 所以他这个利益链条上 你发现没有 羊毛出的羊神 最终宰谁呢 就是宰游客 所有人说 看着女导游可分 坑的是我们游客 但咱话说回来了 游客就没有责任吗 当然有责任 这种事情你要维权的话 你看只能旅游指法部门处理 如果你上法庭告 人家跟你签那个旅游合同 就是旅行购物团 那么你就想 你作为游客 我花一块钱 我就白坐飞机 白住店出来旅游 天地有这样好事吗 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那一定得通过购物 他把这个用金回扣拿回来 你用这么低的价格 就享受到这种服务来 那能不承担风险 风险什么 你不知道得花多少钱 扣 羊毛出头羊神 说这种情况 说很多人都不知道 知道 但是抱着太小便宜心理 我能占多少便宜 占多少便宜 那花不花钱 不占我自己吗 结果没想到你这一道 等于生了不少气 也就产生了不少口舌之症 羊毛出购羊神 不管它用什么价钱去卖 那么最终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要看的是说 你实际花了多少钱 就是你去到香港去 不是说你今天交到旅行社 手里多少钱 而是说你整个这一路 你花销了多少钱 这是对你来讲最实在的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它像这种方式的话 它就需要 一个是首先当然说 看你购买了 一开始的时候 那导游太多也都挺好的 那你要买不过 那就开始翻脸了 你想象那个女导游 为什么急到那程度 一个车身谁不买东西 她能不着急吗 而且这个车身都不买东西 其实这旅行购物团 就不成立了 每个人可能就不花钱 就来旅游来了 再不买东西 人旅游说挣什么 所以就说这里 一方面有不遵守 职业道德女导游 另一方面 贪图便宜的游客 才会形成 我们刚才看到 视频里 如此奇怪的这种气场 所以这种 灵父团肺的事 也愿意 飞蛾扑火 是网上上当 再加上 咱们很多人的旅游 说白了 就是想走马光花看看 那不是讲吗 天天迟到 上车睡觉 下车撒尿 见着奇怪 山湖海叫 见着景点 一通拍照 回来一问 啥也不知道 好多游客是这个姓氏 所以他出去旅游 先想到什么 我选个便宜点吧 少花点钱吧 所以这个事情 你说游客没责任吗 他也有责任 这么低的团费 那肯定得购物 那女导游说 你本来咱们说 就旅游购物 也不购物 我怎么活 所以这个事情 不是一面观色 女导游固然可恨 车上这些游客 也不是没有可恨的